预估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是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纵整所有最新资料判断 我们预估在星期三 预估中星期有可能从南部登陆 逐渐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要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 尽早做好防台准备 另外我们预估明天开始 新南部沿海地挖地区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危险 最新资料显示在早上11点的时候 山头的台风已经来到俄罗比南南东方 大约210公里的海面上 它未来还是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目前我们所发布的路上警报区域 比之前增加了高雄地区 所以是台东 恒春 平洞以及高雄 海上警报区域依旧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台风逐渐靠近 而且我们预估它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些 台风在登陆以前都会以极强的中度台风 甚至如果环境更支持它发展的话 不排除也可能是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 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未来的路径 也就是从昨天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 未来台风依旧是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预估在星期二下半天 才开始有逐渐向北转的角度 甚至到星期三上半天 会往我们南部落地登陆 然后再经过台湾地区 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开 这是我们纵整所有的资料 目前做出最可能的官方预报 因此提醒大家 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海岸面风浪长浪情况 都已经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了 除了我们今天早上提醒大家 东南部海面和南边海面 已经有长浪现象以外 花莲浮标 归山岛浮标和鹏家雨浮标 都已经有长浪情形 提醒大家 目前我们持续发布长浪的提醒资讯 今天在静隆北海岸 东南部沿海 包括绿岛南域 以及恒川半岛 会有长浪情况 星期二到星期三 连中部以北沿海 屏东沿海 以及澎湖静门马祖 也可能会有长浪情形 至于在风浪方面 各地的风浪 已经明显的增大许多了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其实台湾周围的海域 都有四米以上的浪高 尤其是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会有六米以上的浪高 台风中心所经过的地方 譬如未来的绿岛南域 或是未来可能会到的地方 都会有八米以上浪高 风浪阵逐渐增强中 尤其台风中心要经过的地方 风浪很强 请大家多留意 至于在陆地上 以及海面上的阵风情况 还是提醒大家 在海面上来说 黄色以上的区域 就是平均风7级 阵风9级以上 容易造成海面上 坐页或航行危险的 海面的风力的情况 我们看看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明天白天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台风中心已经逐渐在接近过程中 台湾附近海面风浪很大 甚至明晚到后天 十级风的风浪 都已经经过到 到我们的台湾海峡 以及巴士海峡台风中心 甚至有15到16级的墙风 而另外陆地上的观测 在蓝宇12级的墙风 恒春大午9级的墙风 在花莲还有新屋 另外有8到9级的墙风 我们持续发布 陆上墙风特报 提醒大家 离台风中心比较近的 陆岛蓝宇 会有10到12级的墙风 恒春9到10级的墙风 另外在 新竹以北这些地方 还有澎湖金门马祖 还有东南部的沿海 也有8级到9级的墙征风 这种情形 请大家从事活动 特别小心 台风外围环流 今天一波一波靠近 比较暖色系的 就是比较容易带来 瞬间强降雨和强风的 这雷达回波 也就是雨带 我们可以看到 山腿的台风中心 以及外围的环流 一波一波靠近 在刚刚 这红色的雷达回波 它所靠近的地方 有发现花莲台东 都有下到每小时 50毫米的时雨量 那当然这一波 比较强的雷达回波 离开以后 降雨会 又慢慢起来小些些了 但是下一波 强的降雨 又会再移近 要提醒这些地方 在今天 还是会持续降下雨 而且有些回波 越过中央山脉 会造成南部地区 北部一些地区 甚至中部山区 也会有降雨的状况 就以今天来说 其实今天东边西边的天气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中东西两样晴 在东边的降雨 我们刚刚提过了 那气象鼠发布了 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今天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 高平山区 桃园山区 和大台北山区 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其中花莲 台东 横川半岛 会下局部性的豪雨 而今天在西北边 不太容易下雨的地方 会有高温出现 另外明天随着台风 在我们的东南边海面 到南方进海 慢慢在向西移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沦北银封面降雨 雨量更多 甚至明天晚上以后 连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随着台风逐渐接近 而会明显了起来 甚至到星期三的时候 星期三 台风中心会很靠近南方落地了 所以各地降雨明显增大 甚至北部地区的雨 也会比较大 我们预估星期二到星期三这段时间 北部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 会加许不幸大雨 或许不幸的豪雨 其中在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 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而这些雨 必须等到星期四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才会缓和下来 而星期四下半天 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雲封面其实在西北部地区 还是有降雨的 有时候雨会比较大 而且预估北部 东北部和马祖 温度会转得比较凉一些些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高温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资讯 其实就是东西两样情 甚至到明天上半天 都还是一样 我们今天预估 在中北部的高温 35度左右 明天35 6度 所以今天也预估在 苗栗 台中 彰化 目前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 从新竹到台中地区 也可能发布高温资讯 西行在这边的朋友 东边明显下雨 可是在我们现在所在 刚所折接地方 中部地区的朋友们 今天明天两天 还是可能有36度 或更高的气温 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依旧提醒大家 我们一直很关心 从昨天关心到今天 未来在北转的时候 到底它北转上来的角度 到底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参考的 所有台风的预报指引 看到很多条预报的路径 好 注意到 这星期 明天晚上 到后天晚上 我们预估明天下半天 到后天上半天 逐渐向北转 而有不少资料 它的预估 向北转的位置 比我们目前的官方预报 还在更偏稀一些些 好 还在更偏稀一些 然后之后 朝一向东北的方向 已向我们 不过不管怎样 这样子移动上来的台风 因为对南部地区来说 没有任何屏障 所以台风 它中心很完整的结构 不论风或雨 都会直接影响到南部地区 最后我们做个小提醒 今天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星期二到星期四上半天 是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当然今天要提醒大家 海面风浪震逐渐增大 沿海会有强震风和长浪的状况 而且进台风中心的浪是很高的 提醒大家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 要小心 那我们也提醒了 东半部地区开始有明显的降雨 台风影响的时候 已有局部豪雨的区域 像星期二星期三 东半部地区 横春半岛 北部山区 屏东山区会有豪雨上等级降雨 这些降雨情况提醒大家 行津 银兰 花莲台东 或者高屏山区这些地方 特别的留意 最后还是提醒 台风中心极有可能从南部登陆 所以南部地区要特别小心 强风好雨 尤其在明天白天开始 西南部沿海地窝地区要特别小心 海水倒灌的危险 台风即将来临 提醒大家 赶快做好防台准备 以减少我们的损失和灾害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